歡迎收看台灣真善美 我是胡凱淳 台灣人愛吃芋頭 一年可以吃掉 5 萬公噸 產值超過 20 億元 但您可能不知道 餐桌上的大甲芋頭 很可能來自雲林林內鄉 過去林內芋頭常被隱姓埋名 當作大甲芋頭來販售 為了替林內芋頭眾名 曾在大學任教的林建安 返鄉推廣食農教育 向遊客介紹林內芋頭的特色 還製作鮑冰 銅鑼燒和蛋糕 推廣林內芋頭的美味 他的努力更獲得行政院農村領航獎的肯定 帶你來看他是如何扭轉林內芋頭的命運 走出屬於自己的品牌之路 清涼的鮑冰是夏天 必吃甜品 淋上繽紛的配料 和一大塊蜜芋頭 每一口都是甜蜜慶良的享受 你吃起來比較綿密的感覺 可是他吃起來搭配冰的感覺 就是會讓你感覺看起來 吃起來比較紮實 比較有在吃芋頭的口感這樣子 就是比較Q軟 對 所以比較Q軟 然後綿密這樣子 對 然後它的話我覺得 就我們的芋頭很棒是一年四季都有 香甜的芋頭冰 裡頭的靈魂主角芋頭 可不是來自你我耳熟能詳的 台中大甲或是屏東高樹 而是來自一個你可能鮮少聽聞的產地 我們過去林內芋頭 其實摘種的歷史沒有很久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環境也蠻適合種 然後水源充沛 加上佐倫溪流域的這些比較特殊的環境 所以讓我們芋頭品質也蠻好的 雲林縣林內鄉向來以木瓜的故鄉為名 但這裡不僅孕育享譽全台的香甜木瓜 還有香出的檳榔心芋 因為它是種法跟水稻一樣 都要很重視水 所以它大部分都會出現在 大產地都會出現在一些 河川的灌溉水源源頭的位置 像我們林內就是 佐倫溪灌溉源頭的位置 所以我們有這個條件來種芋頭這樣 林內芋頭的栽種面積約200公頃 只佔全台灣的5% 2023年的產量約只有6% 雖說這數字遠不及大甲河高樹等 芋頭重鎮 不過一年四季都能採收 這種反季節的特性 讓它在市場上多數一致 我們一分地 一分就好 一分地大概可以種到4000顆 那如果種到一甲地 那大概種一次收成 大概就有4萬台金 氣候異常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我們的芋頭 會只剩下一半的產量而已 這個有時候損害程度很嚴重 那這樣子是看天吃飯的 對 農業就是看天吃飯 很辛苦 靠天吃飯這句老話 對林健安來說有著切身的體會 原本他在大學觀光系教書 會決定放棄鐵飯碗 回家種芋頭 背後是出於對家人的牽掛 會回來的話是因為 父母親年紀大了 然後開始看病的機會 跟次數也比較頻繁 所以想說常常在請教 也不好意思 因為教書大概教10年的時間 滿久的 但是後來因為現在少子化 學生也越來越不好招收 所以學生數一直在持續減少 那反倒是回到故鄉來 推動我們這個林內的芋頭 這件事情 把過去所有人都不知道的 這件事情 慢慢的讓我們林內芋頭 在至少在中部 在區域有一定的知名度 那我覺得慢慢這個名氣 打起來之後 反而是讓我覺得是很驕傲的 一件事情 人生轉了個彎 不只轉換跑道 林健安連種芋頭的方式 也跟人家不同 別人拼產量 他追求品質 別人依賴除草劑 他堅持用農機除草 雖然辛苦 但他說這是對土地的尊重 也是對消費者負責 我們在採收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會順著這個植栽 由上面往下找 因為這底下都是草 然後找到底下之後 我們的刀子就順著我們這個 這個芋頭的周圍 給它畫一個圓 大概刀子伸到底 也差不多大概就落在10公分左右 因為我們芋頭 它還有一大段是在土壤裡面 像我這個拉起來 還有帶一顆芋頭苗 然後這底下都是土壤 剛剛刀子下去就是主要是切斷它的根系 同時也做鬆土 以方便我們好整顆拉起來 不同於大甲芋頭的高雄一號品種 林內芋頭主打檳榔心芋 別看它個頭小 每一顆都飽滿結實 分量十足 重量約在一到三台斤之間 我們比較熟知的大甲芋 它是比較屬於沙子的土壤 那我們林內芋頭跟它們有一個區別 是我們是屬於比較黏脂的土壤 另外這個土壤裡面的肥料的保水 跟肥料的保實力 都會比在沙子地還要好一點 這也是我們林內芋頭的特色 所以種出來的形狀有時候會稍微偏長一點 偏長一點 因為它肥料吸收的保存的比較多 曾經在大學講台上 侃侃而談的林健安 現在竟放下教鞭 戴上棉麻手套在公寮裡削芋頭 人生180度大轉變 一開始也引來旁人的質疑 那當然一開始不會都是要跟人家 虛虛的學習 那也會聽到說 這個為什麼外面工作好好的不待 然後就回到家鄉來 那是不是外面混得不好 待不下去這樣 質疑的聲音在耳邊回蕩 一度感到迷惘和沮喪 不過想到要好好的 推廣家鄉芋頭的承諾 心想要重新振作 勇敢面對 那一開始都是因為大家對品牌 大甲芋頭品牌的一個依賴 所以讓我們始終得不到 應該有的合理的這個 農民的一個報酬跟機會 因為大甲芋降了多少 我們就是一定是比他們少 那但是生意人盤商 買了我們芋頭出去也是叫大甲芋在賣 為了讓林內芋頭揚眉吐氣 林健安決定不走傳統盤商路線 而是自己創立網購平台 讓全台灣都知道家鄉芋頭的好 只可惜一開始卻碰了幣 那過去我們在做網購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就要整批劑過去 也不知道 然後可能也許有一些瑕疵啊 或者是像這個有福壽的 可能有的痕跡 那客人就說你這個 這個芋頭品質不好 所以大部分最後都是退錢了事 而且還要虧損到運費 所以做網購其實很容易虧錢 芋頭上的蟲咬痕跡 看似不完美 卻是它健康成長的印記 為了讓大家明白這一點 林健安決定帶著遊客走入田間 了解栽種過程 我們這個芋頭要種到九個月 那它的採收季節 因為隨著四季不同 我們的夏天跟冬天氣又差很多 那現在是夏天的季節 所以我們的芋頭 其實等一下如果把點有爛掉 那也是正常的 那採芋頭好玩嗎 好玩 怎麼樣好玩 我覺得很有趣 而且我覺得土很硬沒有很好挖 把芋頭要很用力嗎 不需要 不需要啊 因為它挖完了就會鬆鬆的 就可以搖一搖就可以拔起來了 拔出來之後有沒有很開心很有成就感 有 是怎樣的成就感的感覺 好棒喔 我的芋頭好大塊 好 我們這一站要來做芋頭銅鑼燒 林健安還發揮創意 將芋頭融入各種美食 他教遊客製作香甜綿密的芋頭銅鑼燒 鬆軟的餅皮包裹綿密香甜的芋泥餡 每一口都是幸福的滋味 還有高底用稻米做成的芋頭米蛋糕 吃來軟綿散發出芋頭的清香 這些農產品不僅讓遊客大飽口福 也讓林內芋頭創造出更高的附加價值 除了從生產之外來做了另外一個 所謂的加工跟我們做芋頭的體驗的話 其實我們一年的收入其實大概都可以到破百萬以上 我們在推廣的過程 當然我們這邊努力的去做一些宣傳 是比較 就是當然被看見機會是會有 但是還是覺得有點被動 所以我們也主動開辦很多像這個 到產地來做食農教育體驗的這樣的機會 透過這樣子把遊客EPV帶進來之後 他們去幫我們做口碑宣傳 那這也對我們林內芋頭的一個名稱 傳播出去有很大的幫助 林建安把芋頭田變成生動有趣的教室 讓大家在玩樂中學習農業知識 他的努力讓更多人認識到林內芋頭 也為台灣農業帶來新的活力 這也讓他獲得行政院農村領航獎的肯定 那經過這幾年努力 其實我們慢慢的把林內芋頭的知名度打搶 這也是我們這幾年來的一個肯定 那以前就想說怎麼樣讓我們林內芋頭 也能夠在國人在食用這個蔬菜上 能夠作為有一定的知名度 那也能夠增加我們農民收益 這是我們當時最的一個理想 夢想 希望能夠 跟大甲芋能夠並駕齊驅這樣 耕耘十多年家鄉的芋頭 終於熬出頭來贏得眾人肯定 但獲獎對林建安來說 只是起點而非終點 他的食農教育之路才正要開始 他相信只要堅持做下去 林內芋頭的未來將無可限量 歡迎回到台灣真善美 香噴噴的嘉義火雞肉飯 是台灣著名小吃 據統計 國人一年可以吃掉15萬隻的火雞 而且沒兩隻就有一隻 來自雲林北港養殖火雞30年的陳炳炎 他年輕的時候 曾是西裝鼻挺的土地帶書 卻因為防彈壓力 毅然轉行養殖火雞 不料一場勤勞感 讓它一夜損失上千萬元 但它沒有因此被擊垮 反而貸款上億元 打造全台首座高科技火雞琴社 讓火雞在舒適的環境中成長 如今年產量高達10萬隻 穩坐市場龍頭 究竟它是如何從谷底翻身的呢 一起來看 一踏進雞舍火雞洪亮的哥哥叫聲 此起彼落充滿朝氣 基本上黑雞 我們早起冬川 就是要取黑雞 是取勘勉的作用 對 就是說 人兒有人來 它是由什麼義務來造勁 它就要穿平穿 通知主人 主人說有東西有就有個人 火雞不僅嗓門大 他們臉上的顏色 還會隨著體溫 使而脹紅 使而轉藍 日本人甚至還幫它 取了個特別的名字 而且仔細看他的臉上 那條長長的紅色肉槌 似乎藏了什麼特殊能力 火雞的鼻子又叫瘦 當供火雞求偶時瘦還會沖血膨脹 看來就像是古代官員掛在胸前的瘦帶 所以火雞也被稱為土壽雞 這鋼的一隻差不多二十幾公斤 母的一隻差不多十二公斤到十三十五公斤 就是重量級的火雞了 它可以長多高 就是一公尺高 全世界的火雞品種多達數十種 陳秉妍養養的是從美國來的尼古拉斯火雞 不但生長得快 肉質還特別鮮美 堪稱是火雞界的模範生 火雞對蛋白質需求比一般家禽來得高 為了讓他們吃得頭好壯壯 陳秉妍養調配玉米 大豆籍小麥等 滿足他們對高蛋白的需求 我再養的樹木差不多有三萬多隻 一年可以養兩隻 差不多七萬幾隻 加上外面的客友的 差不多咬起來 我差不多一年差不多十萬隻 而且飼養火雞時間長達五個多月 肉質才能達到飽滿鮮美的屠宰標準 只是時間一拉長 飼養成本也就比一般肉雞高出許多 火雞售價自然也就貴上四到五倍 陳秉妍仔細檢查小火雞的每寸羽毛 專注的神情讓人很難聯想 他以前是位西裝鼻挺的上班族 因為經歷了一場崩暴 才讓他毅然轉換人身跑道 那時候我記得我那時候做土地台書 我就搭出一些榜地傘 那時候台灣剛才泡沫經濟 所以那時候榜地傘落大塊 在泡沫經濟的衝擊下 高漲的房貸利率壓得陳秉妍快喘不過氣 為了及早還清貸款 他開始尋找賺錢的機會 想到小時候父親養過火雞 心想可以嘗試看看 或許這是一條不錯的出路 因為黑雞就是高蛋白質 高礦物質 高鈣質 還有低膽固塵 低熱量 低脂肪 我感覺這是一個很健康的 那個白雞肉 未來也成為一個主流 於是他從小機社開始飼養火雞 經驗下來機場規模日益擴大 讓他彷彿看見了曙光 正當他滿懷希望的時候 無情的潛流感疫情 卻又澆熄了他的熱情 民國94年 95年的時候 那時候潛流感爆發的時候 我末一年 超過一萬隻的 蝦雞都大隻 三天吃了之後 那個孫時都千萬萬萬以上 為了不讓漢氏重演 他決定痛定思痛做出改變 貸款投入一億元 蓋全台灣第一座 負壓水連市的火雞養殖廠 基本上這個蝦雞是寒代的動物 所以牠比較耐寒 但是因為牠體積比較大 所以大庫人比較怕熱 所以我們就從好是用 用比較長溫 昏溫 像我這裡就說如果太冷 我會加熱的系統 太冷 我有這個水連的系統 可以來降溫 可以盡量來佈置 它在差不多十多多 至二十多多的中間 這座負壓水連市養殖廠 不僅能保持恆溫 還能有效隔絕外界病原 減少火雞感染疾病的風險 得到良好的保護 只不過要讓這些火雞肉 走入一般家庭 陳秉妍說比想像中的還難 因為火雞肉體積龐大 讓分切成了難題 再說民眾對火雞肉的接受度 不如一般肉雞來得高 導致銷量不太穩定 為了打開銷路 他嘗試賣給小吃攤 卻發現這條路也充滿挑戰 但是要那個雞肉飯 它也會反流方 做我的自銷 但是我的臺灣後 它就沒辦法動起來了 所以我等於說 我能夠做一個火雞生產活動 就是合作社 讓那些生產活動 來做一些成員 輪流來吃 輪流來供應 透過合作社的力量 陳秉妍不僅解決 產銷失衡的問題 更讓他的火雞肉在小吃店 慢慢建立起口碑 這些都是東港現台 台來我們現煮的 都沒有什麼生味 這甜的才好吃 現載現送的新鮮火雞肉 讓陳秉妍在嘉義的 火雞肉飯小吃店 贏得不少讚譽 店裡新鮮現做的火雞肉飯 簡單調味 就是嘉義人最熟悉的味道 我用火雞用十桶米 它的品質很好 真讚 人家吃肉片吃吃的 大家都會想要再吃 因為火雞的品質有夠讚 不僅將火雞肉供應給小吃店 還積極開發各式各樣的食品 讓火雞肉不再只是 火雞肉飯的專用食材 基本上那些肉 是一個質很好的東西 包括它高蛋白 高鈣質 高礦物質 它又低膽固醇 低脂肪 低熱量 所以它的脂肪酸 是不飽的脂肪酸 所以它的質是很好 它來加工做什麼食品 都吃好吃 從養殖到食品加工 陳秉妍將火雞肉做到一條龍生產 一手打造屬於自己的火雞王國 讓他在民國八十九年獲得 農村十大青年肯定 但他不甘於現狀 心中夢想有一天 要將整座火雞養殖場 連同技術輸出海外 為台灣賺取外匯 我感覺我去街頭 我很會去 所以如果我們說可以自這樣來copy 自這個規模 這種竹筍 只剩來copy 相信很有可能 譬如說外南就好 外南海岸線非常長 但是海岸線很貴 但是馬山 豬馬 雞馬 他就很遺憾 他價錢也不錯 所以也可以嘗試 看準海外市場潛力 陳秉妍要帶領台灣火雞產業 一步步踏上轉型與升級之路 要讓台灣火雞在世界舞台上 展翅飛翔 製造出傲人的佳績 歡迎回到台灣真善美 高雄連續壇邊有家百年餅鋪 靠一副好吃又能玩的奇餅 成為高雄十大特色伴手禮 但現任第四代的接班人 並非老店的後代 而是原本從事醫療工作的 長席張美華 因為婆婆臨終前的一席化 讓她毅然決然 起義做餅 甚至成立庇護工廠 用愛守護一群身心障礙者 讓這間老餅鋪 除了餅箱之外 也多了些許溫暖和希望 像棋盤上棋風低手 你來我往 就看誰騎高一拙 先是出馬 過河之族 逼帥出走 江在跟進 但居在旁 虎視眈眈 找到機會 準備將軍 我公公他最小的弟弟 他很喜歡玩象棋 那每次玩玩象棋之後 他會忘記回來吃飯 然後回來忘記的時候 我阿嬤就會 要求我公公去找他 那找到他的時候 你整齊自己當著飯吃 我公公在旁邊聽了說 對 為什麼不行 下棋下到費寢忘食 沒想到因為一句無心之語 讓這家百年餅庫走上轉型 把自家招牌綠豆糕 變成一副好吃又能玩的 抑制奇餅 那時候只有客製化 沒有把它變成是一個 常態性的產品 那沒想到說在2001年 我們左營辦了一個萬年祭 的一個祭典 那這是一個廟宇的嘉年華 他們想到說因為這個樣子 然後左營區公所 把他們推出來當說 是在地的特色辦首領 這一間座落在高雄 廉池檀旁的老餅鋪 距今已有180年歷史 當年從小小的鹽塘專賣店 穿梭古今成為地方 最具特色的高餅店 拿捏適當份量搓揉成一球綠豆沙 再放進專用模具中 不可以多更不能少 因為最終恐怕過不了阿偉這一關 不能浪費對不對 對 不能浪費 對 不能浪費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原來餅鋪的鎮店之寶 幾乎是由像阿偉一樣的 身心障礙者來製作 對於細節 他可是比任何人都還講究 不能有一點點 對 不能有一點點 那可以嗎 給鏡頭看也可以嗎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從鏡頭做 不行 對 為什麼不行 裂開不行 裂開客人不買 對 你們是新的阿偉 因為要做挑戰 才會比較慢 正因為奇餅製作的關鍵 就在壓模成型後 必須得小心意義取出 才能成就這一手好奇 一切開奇餅 內餡也如外觀一樣單純 裡頭就只有花生綠豆 與芝麻綠豆兩款內餡 吃來味道香濃 但甜而不膩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你必須要這樣子 對 然後直接去壓它 這樣就好了 這樣沾那個 對 這樣沾就好了 儘管阿偉已經是店裡 受僱最久的庇護員工 但是餅鋪總經理張美華 還是會在旁細心叮嚀 因為這些看似簡單的動作 他可是走了十年才學會 小孩子他目前的狀態就是 最年長的 在我們這邊有大概十年 從一個小時包裝五個餅 到現在目前在做的東西 都很熟練 所謂熟能生巧 或許在這群孩子身上 不見得立即見效 但張美華依然願意 投注心力 設立庇護工廠 是因為過去某一次機緣下 遇見了一位特教老師 在我接班沒多久之後 在應徵一個工廠助理 來練士的其中有一個老師 就是男子特殊學校的輔導老師 他是來幫他的學生找實習場所 請我們的小姐 把帽子 口罩 手套 袋子跟餅 放在一個盤子裡面 那把這個盤子 給他的小孩子做最基本的測試 他的動作 慢慢的把帽子戴上 口罩戴上 手套戴上 比拿起來套進去 這樣的一個很 對我來講 一個是很簡單的一個動作 可是他花了十二分鐘 所以我當校就決定說 好吧 那就讓他留下來 試試看 那沒有想到留下來的時候 這些家長跟老師 就是一直哭 張美華又愛留下這群孩子 也培訓他們成為餅護理最強生力軍 敲打聲不斷響起小小的庇護工廠 一大早就忙得不可開交 張美華一邊緊釘食材品質 雙手也停不下來 讓人難以聯想 他過去可是資深的麻醉護理師 我跟我先生認識的時候是在台北 那時候我在台北常跟越麻醉科上班 那當我今天嫁進來的時候 我發現到說 他們是一家很老很老的一家高餅店 在我的眼裡我看到他們是辛苦在經營這家店 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的專業技術 他們只是開了一家店 然後請師傅來做 那請員工來做 我自己現在想起來是膽戰心境 因為那時候感覺上 你不去接單 你是沒有辦法生存 可是你接單之後 師傅會不會跑掉 由於先生跟其他兄弟姐妹 全都沒有意願回家接班 婆婆臨終前語重心長的 對張美華說了這句話 才讓她決定扛起餅鋪的重責大任 叫我到她的床前跟我說 我能不能夠來接 好 能不能夠來接 那她說服我的理由 是你的工作站怎麼得好 你會面臨到45歲55歲的退休 那這家店你沒有把它關起來 它有很多存在 那總是很喜歡做烘焙嗎 對啊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 跟那個把自己動手做自己想要吃的東西 然後沒想到說恩典以後 變成是我的職業 意外把興趣做成本業 這其實從來不在張美華的人生劇本當中 甚至接班初期 就歷經了一次深刻的打擊 不是一個人來跟我講 而是很多人來跟我講說 老闆娘你的東西太甜 那我就會把這個問題去跟我的師父去談 那師父當下聽了 因為那時候是屬於日本精神 那學說聽到的時候 他也很煩 因為工作量太多 然後他也很煩 那他就說我靠一來者 這句話很傷 就是對我來講 我當下很受傷 身為餅舖接班人 卻不懂做餅的眉角 師父的這起話雖然直接 但其實更像是提醒 讓張美華下定決心 棄一做餅 我今天選擇接了這個班之後 我一定要放下某一個東西 所以我就把我的麻醉 護理那個區塊給放下來 然後重新再拿起書本 來讀餐飲管理跟讀我們的管理 那個研究所 為了取得高炳業的入場門票 張美華下足苦工 接受完整烘培訓練 這才明白當年師父的情緒化 其實是忠嚴逆耳 今天我來學習專業技術之後 我發現他說 一個糖 它其實是一個 較像建築結構一樣 它糖 麵粉 水 還有其他的土種材料 蜂蜜那些東西 它已經有一定的比例在那邊了 你今天把一個區域拿掉 你要拿什麼東西去補給它 才可以把糖給剪下來 所以說在那時候 我不懂 不理解 然後我誤會它 就像一樣的淫血東西 就是要給多了給少了 都會產生不同的反應 將攪拌成型的浴荷包餡 捏出剛剛好的20公克 這是他們跟高雄大樹區小農 合作研發出的新產品 最主要是 綠荷包它很特別 它的香味跟一般荔枝的香味 會不一樣 很像聞它發酵的味道 對 我們其實 我們在用這個時候 很像在看病人一樣 就是聞切看啊 從做餅當中 張美華不斷找出烘焙與醫學之間的 一曲同工之妙 站在一旁的女兒余依柔 同樣從小跟在媽媽身邊 耳濡目染下 也練就了一身製品好手藝 美女從小到大嗎 對 她從DHL開始 就是因為她很小 她做不懂東西 她就從搬運東西 妳的幼子圓嗎 幼子圓 從四歲的時候 妳看中秋節的時候 都遇到那個 屎嫁嗎 屎嫁去哪裡去哪裡玩 妳屎嫁在幹嘛 屎嫁在包月餅 儘管余依柔笑說 整個童年都在做餅 甚至連做夢都在包月餅 但是比起上一代 她反而從中找到了獨特的價值 其實也是會有 對於這件事情會不認同 所謂不認同就是覺得說 為什麼要做那麼累 為什麼要做那麼辛苦 我也要像跟別人一樣 去外面上班 那後來其實 在這個教育長大一點之後 我就去考 要去讀這個 剛好國立高雄參與大學 那參與官的系 那你去了解到一些其他的 一些這個同儕之後 你會了解到說 其實有這樣的經歷 其實是獨一無二的 熱騰騰剛出爐 母女兩攜手製作的 玉和包酥 看看這金黃色澤 烤得恰到好處 一刀切開還有飽滿餡料 洋溢著清香之氣 現在張美華的兩位女兒 陸續回家 從門市環裡 電商行銷開始做起 這看在張美華眼裡 心頭滿是驕傲 也覺得安慰 一定會有新鮮的 新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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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做你們的 努力完成活潑的託付 張美華活出不一樣的斜槓人生 不只為這間百年餅舖 注入新意 也為下一個百年寫下新的歷史 歡迎回到台灣真善美 近年來許多廟宇因應環保政策 開始推動減箱 使得製香產業逐漸沒落 台中有間傳承超過一夾子的香鋪 第三代的老闆李建林 因為堅持老師傅手工製香 加上獨特調配的香氣 還是擁有一批忠實的顧客 為了讓傳統產業重生 他積極開創電商 拓展銷售通路 強調客製化與精緻化 更引進機器製作生產 受到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墨西哥 以及美國海外華人的青睞 現在我們剛剛把這個沾過水的這個香 然後開始這樣裹粉 然後把它展開 讓每一支的香都可以均勻地吃到香粉 然後均勻地沾在這個香粉上面 那我們現在在做這個動作 把香裹進去的時候 我們它叫做Lang Hue 台語中的Lang Hue 是傳統製香過程的重要環節 把一支支香分開 呈現扇子的形狀 讓香料粉可以均勻地分佈在香角上 考驗著師傅的功力及經驗 那以前這個動作是比較技術性 就是說必須一次拿在幾百支的香 讓每一支香都可以分開 然後粉都均勻地瘦在上面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像有一種這種動作 這動作是有個技術性在 那往往在開始學做香的時候 都要學習這個扇形 把這個香把它展開的這個樣子 台中的這間製香廠 保留了台灣傳統的製香技術 從業業時代起家 投入製香產業超過一甲子 第三代老闆李建林邊做邊學 接手至今也30年了 然後現在我們做這個動作是切香 就是把這個多餘的香粉把它切出來 那以前這個動作沒有機器的時候 都是除手工去做 那現在這個動作有機器 可以去代替這個切香的這個動作 江香之上多餘的粉給抖落 同時也仔細檢查 有無破損或是沾黏的香 都需要挑選出來 早期沒有機器 做香的工作已經是辛苦活 現在雖然有了機器的輔助 李建林時時刻刻還是不敢答應 其實就是要伴隨跟香做的一個節奏 而不是用那種 譬如說用蠻力這樣子硬這樣子 其實我們會跟著它的一個香的節奏去跟著它 動 而不是說用硬的方式這樣子去硬撬它 那其實我們就是一個順勢的方式 就是跟著它搖晃 然後你從我們後面看 你會覺得好像我在有點像蹲蹲蹲的感覺 那其實我只是在跟著它的一個節奏在跑 而不是說我們如果是硬的話變成這樣子 這樣也是比較吃力的 像是和香脂共舞一樣 沾水裹粉的動作總共要重複四到五次 從小生活在漫天飛粉的智香環境 李建林其實曾經一度相當排斥 想到外面闖一闖 會覺得說我們家怎麼跟別人好像不太一樣 就是說別人家都是家就是家 那我們家可能就是跟工廠啊 這些都是連結在一起 甚至有時候可能就是 欸可能爸爸上班的時候也在做這些事 下班的可能也是在做這些 就是好像就是上班跟下班沒有一個很規律的 跟別人的爸爸媽媽上班族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小時候會有一種排斥 畢業後他曾從事許多業務工作 也曾經想過談代理開公司當老闆 等待兵役回家幫忙的那段期間 看到父親忙碌的身影 讓他動了回家接棒的念頭 那時候生活也是很苦苦的 房子都是租的 然後有賺錢在買房子 我爸爸之前在賣箱的時候是騎梯買的 不是像人騎樓桌賣 上班比較多人都用客人車在送 叫客人車在送的 如果比較多人騎梯買 非常辛苦 其實爸爸他是很希望我回來家裡面做 只是不能因為我的個性比較會跟他唱反調 所以他會覺得說就是不要講得太直接 但他就會說都可以看你就是尊重你 那如果你有意願接 那我就慢慢的教導給你 那如果你沒有意願的話也不勉強 他就慢慢的就是做到他沒辦法做為止這樣子 那聽到他爸爸講這句話 然後聽著說做到他沒辦法做為止 怎麼聽起來有點酸酸的感覺 不忍父親太過辛苦也不願加業就此中斷 李建林轉換想法 只要在產業耕耘夠久 一樣能成為行家 就像香汁需要一層一層耐心裹粉 裹完香粉的香汁 接著放在木架上日曬等待乾燥 像我們做這個香 就是說像一天大概做120到130台金 那像這樣子整個製程起來 大概就是需要大概8到9個小時這個時間 那其實這樣一整天做起來 像這種傳統製香的食物 其實他勞力上也是一個體力 然後勞力上是一個很吃重的一個工作這樣 製香過程 好吃費力 好不容易來到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把香角染上新奇的紅色 染色完的香汁均勻灑落至香架上 曬香的工作才算完成 以前爸爸就是比如說他會比較偏向傳統思維 就是以工廠角度就是產品做出來以後 那就是賣給盤商或是賣給經銷商 那或是相互這一類的 那其實我們開始就是比如說我們就是以前 比如說有一些客戶找到我們 他就是有一些天馬行動的想法 但是他們找不到廠商幫他做 或是找不到廠商討論 那就是當廠商找到我們 就是這些廠商或客戶找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會 我的個性會覺得說比較喜歡那種挑戰一種 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就願意跟客戶去溝通 那透過溝通模式去達到雙方面的 一個平衡點 然後去把產品做出來 為了做出差異他積極開發新品項 引進現代華機器 製作香塔元寶 從香氣的調配開始 就能夠依照客戶需求做出變化 以前說做香藥 第一叫做香藥 就是說拆藥單 就像我們那種生病要去拿廚房簽 然後要去開藥 那以前是中藥 那以前會很多的中藥配方都是要去藥房 然後去取得這些中藥材 然後去配那個香的味道 那所以其實很多香的原料都是跟我們在吃 比如說一些辛香料都息息相關 那這些香氣就是 比如說像阿公那個年代 爸爸那個年代 叔叔伯伯那個年代 就有這些香氣 那再結合到我們跟現代來講 跟客戶的反饋 那我們就是會從傳統跟現代中間 去做一個融合跟一個創新 香粉加入樹皮黏粉 加水攪拌後進入擠料機 擠壓出形狀之後 就能放上塑形模具上成型 千萬別小看這台塑形機器 是從手工到量化生產的大工程 傳統來講就是說 可能會把這些香粉揉成團狀 那透過模具去把它 有點像做那種餅的概念 這種傳統洗餅那種的壓模的方式去做 那因為其實這樣子的方式 它的產量是相當有限嘛 所以後來我們就引進了這個 原寶的塑形機 對 跟搭配我們的那個 本身有的擠料機 那後來因為就是人工的問題 加上切出來的料大小塊不一樣嘛 所以我們在塑形機做完了以後 那訂單也達到一個穩定的量 甚至在增加在增加當中 我們就就是用那個 自動化的一個切料機 可以讓它切出來的原物料 可以就是大小是一致的 看好網路市場 李建林也積極拓展電商 希望透過網路的力量 讓台灣MIT的商品被世界看見 像網路它是沒有國界嘛 那當然有華人的地方 就會有香的需求 那所以說其實在海外 像新加坡 馬來西亞 香港 墨西哥等等 甚至美國都有這些海外的華人 那他們有時候在當地 是不容易買到好的品質的香 或是找不到它所懷念的一個香氣 所以很多客戶會透過網路 看到我們的介紹 然後而進再透過網路的方式 跟我們下單 那把我們的產品 香品 那就是把它就是寄到國外去 塑形機擠壓出來的元寶 還要再經過收邊磨得更加平整光滑 這箱產業有人接手 且清出雨嵐更深雨嵐 李建林的父親也相當的欣慰 那兒子月日接班 你有覺得很開心嗎 有有有 現在兒子做得不錯 他是發展從網路 網路訂購 後到貨款 財配到家 現在的傳統金子店 已經開始在漸漸沒落了 有的是小孩子沒有接啦 經營相撲的 年紀大了 就都慢慢收起來了 尤其是大陸進口的很多 越南也是很多 台灣就慢慢地產在外 造影的人就更便宜 現在可能更少的人會有造影 到尾應該都在那裡滑了 台灣興是比進口有更多 一定是品質穩定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人在營興 都要選擇台灣興 都會來現場看喔 看說你有在做嗎 但近年來 因為政府環保政策 許多地方廟宇都推動減箱 對於傳統製香產業 無疑是相當大的挑戰 也是李建林面臨的最大考驗 所以我們也有曾經考慮說 就用機器製香去製作 那其實因為考量到說 其實手作箱它也是有一定的溫度 所以我們還是保留 就是手工製香的這一個區塊 去保留它的一個溫度的存在這樣子 那包含現在的那個製香師傅 越來越少了嘛 他願意學的也越來越少 那其實我覺得說 應該把這個技藝可以把它保存下來 那至少說將來我們可以去傳承給新的人 或是甚至我們自己的小孩 那可以讓這個手工製香 它可以在台灣不會消失 傳承一甲子的製香手藝 透過三代製香職人的不懈努力 希望在創新中留住傳統精神 讓老字號的招牌得以繼續飄香